打坐可以让人变年轻 新冠病毒让大脑老化10年 去年10月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一个大型研究调查了巴默4000人 结果发现 已经康复的新冠感染者 表现出明显的认知缺陷 一些病情最严重的新冠患者 大脑年龄退化了10年 新冠肺炎 COVID-19 流行一年多以来 有大量研究指出 新冠病毒会对脑神经 带来严重损伤 欧洲病毒学及传染病专家 生物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董宇宏博士表示 目前 新冠对脑神经的损伤 没有标准的药物治疗方法 但对乌这些新冠患者来说 打坐有助乌修复大脑神经损伤 改善脑退化 以下为董宇宏专访精华 打坐可以延长细胞端力 让大脑变年轻 人的衰老是从大脑开始的 而当新冠病毒攻击大脑细胞后 可能引起大脑细胞的损伤 退化 甚至出现神经退行性疾病 如老年痴呆 怕金森试症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神经免疫学 精神病学家乔治斯拉维奇 吉尔斯拉维克博士和南加州大学 预防医学专家 大卫布莱克 大卫布莱克博士两人联合 做了一个综述报告 系统回顾了过去20年内 科学家们做过的20项随机对照研究 其中一个结论显示 人在打坐之后 细胞端力的长度 比不打坐的人更长 细胞端力的缩短 是细胞衰老 刁王的标志 这个结果表明 打坐减缓了细胞的老化速度 另一项发表乌神经学报告 Neuro Report 期刊的研究 调查了平均有9年打坐历史的人 研究者发现 打坐时间久的人 大脑皮质层变厚了 年龄大的打坐者 大脑皮质层的变化 最为明显 大脑皮质层是负责人的注意力 改制力和认知力的主要结构 当年龄增大 皮质层会变薄 研究者表示 打坐可以给大脑结构带来正面的改变 打坐提升大脑供血量 打坐还有一个直观的好处 就是可以增加大脑供血 人在打坐时 要盘上双腿 有的人以为 打坐时 腿盘得很紧 会使血管被压迫 血液循环不好 事实上 盘腿时腿部的血管受压 血液就会更多的分配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另外 当双腿动脉血管压力增大 心脏会反射性的增加攻血能力 促进大脑的攻血 大脑得到充足的攻血 非常重要 它的体积虽然只占全身体重的2% 而血流量占全身20% 研究发现 打坐时 人的大脑攻血增加了35% 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值 打坐修复大脑 神经损伤 打坐通常都要求人的思绪静下来 什么都不想 去掉各种杂面 当我们主动病除脑中的负面情绪 压力 焦虑 情绪就会平复 大脑在这种安静状态下 自我兴富的能力增强 神经损伤就容易得到改善 现代科学发现 规律的打坐 能够诱发大脑的左额叶皮质活动增强 性人和活动降低 左额叶皮质于人的正面思维相关 性人和一般与负面情绪相关 这就表明 打坐时 人的正面情绪增加了 负面情绪被压下去了 每天这样规律的训练 人就越来越正面 有活力 打坐有助抗病毒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还发现 打坐能增强机体的抗病毒能力 主要表现为 打坐时 体内的免疫细胞 辅助性T细胞的活性增强 数量增加 抗体的产生能力提升 与此同时 干扰免疫力的基因表达下降 表达原性蛋白的基因也下降 也就是说 打坐促进了人的抗病毒免疫力 杀灭侵袭大脑的新冠病毒 打坐可增强身体能量 打坐还有一个好处 在打坐当中 通常要舍底善恶 其实 在中医学角度看 舍底善恶的动作 接通了人体的经络 现代医学发现 经络和能量有关 也就是说 打坐可以促进人体经络和能量的循环 另外研究也发现 打坐的时候 人体的功能物质 ATP 三磷酸腺肝的含量明显增高 这是物质上能量充实的一个表现 能量充足了 思维就会更清晰 精力也会更充沛 传统医学历来认为 打坐是养生之道 而现代医学也越来越重视打坐 修复身体 改善疾病的作用 新冠病毒给许多患者留下了脑神经后一阵 引起认知能力下降 极度疲劳 嗅味觉丧失等症状 对污这些症状 目前医学界还没有很好的治疗和改善方法 而是以支持性疗法为主 患者不妨可以每日打坐 来调养自身 加速身体修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